老刘的这辆山地履带车完全是自己动手组装的 在山地上开起来更是如履平地 老刘今年四十多岁了 以前是个火车司机 因为九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他下半生完全瘫痪 消沉一段时间之后的老刘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为了不连累妻子 老刘还鼓励妻子改嫁 因为行动不便 老刘还改造了做饭用的电热炉 电动三轮车和电动轮椅 为此还专门考了残疾人驾照 现在的老刘在家里承包了山地 种茶树 养土鸡对生活非常满足 老刘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就应该笑着面对 现在我能走 我能活动 我还能干活 我当然笑得起来 为这个生残至尖热爱改造 热爱生活 怀有大爱的老刘点赞 如果一个人在那帮杯一样的过程 我就没意思 那只要几万天是吧 带路一点 带路一点 带路吧 带路一点 ved pow 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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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